赶快出去住饭店玩啊 应该会买衣服吧 买菜啦 买日常用品 五倍券怎么花民众脑中已经有想法 但刺激消费不止中央发券从经济数字 各地方政府也接力喊加码 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是 我不用拿我自己的房子出来 第二个好消息是 我们的新房子已经确定了 奖金加码奖品升级 还为者好大手笔 因为台南要结合购物节活动 只要消费满百元上网登陆 就能抽三房新屋 还能抽全新轿车 而嘉一市直接加发两千元现金 桃园市则是配合六加一文创观光抵用券等 推出你吃饭我买单方案 新北市则是帮你把五倍券放大 让市民以五百元换一千元 至于高雄市则多加码借出一千元高雄券 希望更多小生家可以受贿 而且台北的税收也不低啊 所以应该要跟进吧 至少台北不能输别人 我想说还要多两千块 多五千块我很高兴了 车子也升级了 房子也升级了 去年是两房 今年是三房 那车子去年是国产车 今年是进口车 各地加码增加又因刺激消费 五倍券都还没到手 已经提前先酝酿全民购物起分 华语新闻总统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请订阅 请订阅